Hello大家好,我是小妮,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由于妮娱大大最近的工作比较忙 所以这一期的录音工作还是由我来完成的 想和你们的预保一起愉快玩手的小伙伴们 请稍安无躁 你们的心情我会时时传达给妮娱大大的 那么今天的主角就是这台雷神911黑武士四代主机 我这台是i7-11700K处理器加RTX3070显开的版本 首发价格非常良心啊,只要12699 当时大概是3秒钟就被抢完了 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被黄牛抢走拆卡卖了的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它的外观部分 正脸很简洁,除了一个可以替换的前面板和logo之外 也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 面板周围是一圈隐藏式的灯带 被雷神称为莫比乌斯氛围灯 好吧,你们开心就好 那么拆下这个面板,后方就是刺眼的灯带和进风口了 前面板的氛围灯颜色可以用软件调 logo就是开机键,按下之后就可以开机了 机箱的接口在额头为止 从左到右依次是两个USB3.0 耳机接口,麦克风接口,USB2.0,Type-C接口 在这个机箱的上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充电区 支持10W的无线充电 不光可以充手机,像蓝牙耳机,数码相机 还有鼠标这些支持无线充电的设备 基本上都可以放在上面充电 实际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我平时要使用两个手机 一个安卓的,一个苹果的 但是我桌子上又不想看到那么多的线 所以我就把不怎么常用的安卓机放在上面充电了 我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在这个机箱的左侧是一个透光的黑色玻璃面板 透光性一般般 我还是比较喜欢拆下侧面板使用 散热好一点 RGB效果也跟刺眼一点 而机箱的右侧是一个铁板 肯定是用来藏线的 不过我要吐槽一下 虽然走线都藏在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雷神在走线这方面真是得上上心了 感觉都还没有我走得好 而这个机箱的后方就没啥可讲的了 就是各种接口 待会讲主板和显卡的时候会单独讲这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拆解这台电脑 我会把所有部件的品牌和型号都打出来 并且一一点评 主板是来自华琴的Z590幻影 不过在鲁大师里边读出来是雷神 这块Z590属于比较入门级的板子 8加二项供电 主控芯片为RT3609BE 最大支持6路核心供电 一般水平 默频运行11700K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超频基本上是不用想了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DIY的话 我还是更推荐华琴的Z590 Pro4 供电和华琴的Z590 Extreme 还有钢铁传奇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比幻影贵了个100来块钱 性价比非常高 这块主板有三个M.2插槽 其中最上方的支持PCIe 4.0的存储设备 其实雷神如果真的想搞个新卖点出来的话 弄一个PM9A1上去 其实要更唬人一些 有两个PCIe X16 其中加固过的PCIe X16插槽 支持PCIe 4.0 4个内存插槽 不多废话了 标配 雷神直接采购了Z590幻影的AC版本 所以这块主板带有一个 英特尔的AX201无线网卡 台式机不用丑网线 真的很方便 而且还有蓝牙功能 主板的IO接口不多 但是也算够用 两个USB2.0接口 一个PS2接口 一个核显HDMI接口 一个USB3.2 Gen2 Type-A接口 一个USB3.2 Gen2 Type-C接口 一个RG45网线接口 两个USB3.2 Gen1 Type-A接口 一个音频输入口 一个音频输出口 还有一个麦克风接口 内存则是来自金士顿的 Hike神条RGB版 两根16G的 一共32G的双通道 算是一步到位了 金士顿的这个条 我很喜欢 颜值高 颗粒也不错 价格也不贵 这两个16G的套条 也只要1299块钱 它使用的是海力士的CJ2颗粒 打开XMP 频率来到3200MHz 时序为16 18 18 36 注意如果不是在主板里边 打开XMP的话 内存就只能在2400MHz以下运行了 固态硬盘是来自三星的PM981A 容量为1TB 三星的OEM产品 之前在笔记本上见的比较多 在台式机上见到还是第一次 这是AS SSD和Crystal Disk Mark的测试结果 总的来说还是表现非常出色 算是PCIe 3.0 SSD里边嚼嚼着了 日常使用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可惜的是 雷神没有采用11代库瑞处理器 支持的PCIe 4.0的存储设备 估计是现在还不太好买到吧 机器硬盘则是细节库鱼 型号是ST2000DM008-2FR102 SMR碟瓦盘 容量是2TB 这个大小的机器硬盘暂时还没有涨价 不过不得不说奇亚比的威力太大了 现在的超大容量机器硬盘简直贵的离谱 好多做监控声音的朋友 都开始转行做硬盘声音了 散热器是雷神自家的LS240X白光板 240一体是水冷 这个版本貌似没有零售 零售的版本好像也没有光 待会讲考据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款水冷的表现 电源则是来自iPad电竞的AN750 额定750W 80PLUS金牌认证 非模组电源 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都不到400块钱 能用肯定是能用 对于这个配置的电脑来说 超频甚至也是够用的 iPad电竞的性价比一直都是可以的 我之前也推荐过这个牌子的电源 雷神选这个电源还算是比较明智 至少比武汉那几家靠谱的多 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显卡 这块显卡是来自七彩虹的RTX3070战斧 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3070了 三风扇五热管的散热规格 双8PIN供点 显存是矿老板最喜欢的三星GDDR6显存 频率为1725MHz 解析完全部的配置 我们就进入到无聊的烤机环节了 烤机过程中示威一直保持在24度 且盖紧机箱侧板 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会如实告知各位 CPU是目前最新一代的牙膏 也就是i7-11700K 先进行一下FPU单烤测试 这块CPU可以稳定地运行在125W功耗 温度73度 频率为3.64GHz 在这说点题外话 我刚一开始测这台电脑的时候 其实单烤FPU的时候温度达到了99度 虽然功耗还是125W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勉强了 我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啥240水冷 连个墨屏的11700K都压不住 后来我发现问题所在 这台主机前面板的两个风扇 其实是冷排风扇 我测试的时候 只看到两个都在发光 也没有多想什么 后来发现上面那个风扇一直没转 拆下机箱右侧板 找到了冷排风扇的线 发现根本就没插紧 或者说这玩意儿本身有点接触不良 问了几个同样拿到样机的朋友 纷纷表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希望雷神可以注意一下 不过11700K实际上可以释放到全核4.6GHz的 雷神这240水冷虽然说不是很顶 但是在做性能释放也还是够的 那么只给125W功耗 肯定还是英特尔给品牌机下的TDP限制生效了 由于显卡本身的散热设计肯定是够的 所以台式机单烤显卡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直接进入双烤吧 双烤大概40分钟之后 显卡的温度只有57.8度 频率稳定在1625MHz到1650MHz 功耗稳定在210W CPU最高达到过79度 后来不知道为啥慢慢降到了72度左右 功耗一直稳定在125W 频率还是3.64GHz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知道雷神绝对是好心 毕竟现在321系显卡的重量也不轻 所以黑武士4代出厂就标配了一个显卡支架 一开始双烤的时候 显卡温度就直逼80度 让我大为震惊 后来我发现是这个贴心的显卡支架卡住了一个风扇 所以温度才那么高 只要你拿开这个显卡支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希望雷神能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 黑武士4代的出厂状态下 如果你不遇到我说的240冷排风扇接触不良 或者说是显卡支架卡住风扇的情况 那么散热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不会出现各种过热降频或者机箱烫手的情况 长期运行游戏或者处理工作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机箱后部最重要的风扇位没有放风扇 多过风扇也就几块钱的成本 加上这个风扇 风道会优化不少呢 那么之前烤机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即使在打开一键超频的情况下 黑武士4代的散热还是能跟上的 所以跑分环节以及后面的游戏环节 我们就都放在超频后的模式下进行 我们先来说说鲁大师跑分吧 虽然是娱乐大师 但是现在也还算有一点参考价值 总分为147万分 单显卡50.8万分 单CPU74.5万分 就看跑分来说 i7-11700K的性能已经超过了i9-10900K的 说白了不管怎么挤牙膏 英特尔还是在乎跑分的 毕竟小白也在乎 那么3DMark这边的跑分成绩如下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总的来说就是正常的11700K和3070的水平 没什么惊喜 但是也不拉垮 对比一下2080Super 2080Ti和3080 3070虽然是盖版 但是实际表现也只是略逊于2080Ti 而在代表DX12性能的Tenspy项目里边 3070和2080Ti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甚至在Tenspy Extreme项目里边 直接反射了2080Ti 虽然当时说3070能干方2080Ti 但是很明显3070是弱有2080Ti的 如果不把现在的3070价格当成参考 而是把首发3070的价格当成参考的话 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逆天的 Cinebench R23的跑分结果如下 11700K单核得分是1464分 多核得分是12724分 这个跑分没有重跑过 是一次性跑出来的 对比发现10700K的单核得分是1240分 多核得分是12665分 单核提升了18% 但多核成绩几乎为误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11700K 属于挤牙膏的一代产品了 CPU-Z跑分单核得分为632.7分 多核为6309.9分 图上对比的是i910850K 那么我再给出一个i7 10700K的得分 和一个i9 10900K的得分 再结合上面Cinebench R23的跑分 不难发现10700K确实是在单核性能上 比时代有所进步 近两年 Intel也在笔记本上不停宣传单核性能突破了全核5.0G核资 可能这也是近几年Intel想用高主频拉回一些用户的好感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代的i9由于核心面积非常大 塞不下10个核心 所以11代i9是8核的 但是10代i9是10核的 所以在多核跑分上 11代是打不过10代的 这也属于是牙膏倒吸的迷惑操作了吧 如果你说跑分只是虚的 那么游戏实测肯定是实实在在的 那让我们来看看黑武士四代的游戏表现如何吧 由于我手里正好有3080和2070Super 而3070的性能也正好加在3080和2070Super之间 因为性能来说2070Super还是比3060强一些的 所以我们就正好测一下雷神这套平台搭载不同显卡下游戏表现的对比吧 那么我们先从配置要求比较低的两款网游开始 首先是DOTA2 其实DOTA2比LOL要是配置的多 但是对于3070来说真的是一滴汉都不带流的 2K最高画质下兑现大概150帧 打团也有100亿以上 不过GPU占用率一直很低 所以应该是更吃CPU和内存频率的 2070Super的帧数也不错 兑现145 打团100亿以上 3080表示实在是不想动 风扇都不太转 占用率只有25% 兑现155帧 打团115帧左右 看来真的是吃内存和CPU的 对显卡已经没什么要求了 那么接下来是绝地求生 3070在不开三极致的2K最高画质下 帧数一直稳定在130以上 也是能流畅玩的 而3080打这个游戏 那就是太大菜小用了 帧数一直稳定在165以上 其实应该给它配块4K平的 但是我懒得换显示器了 而2070Super帧数也一直稳定在95以上 也是能流畅玩的 众生平等奥特赛 30702K最高画质下 帧数稳定在65左右 流畅而是肯定流畅 不过这游戏就算使用3090也高不到哪去 3080则是75帧 表现其实出乎我意料了 我以为也就69左右 而2070Super也能达到60帧的平均帧数 不愧是好的赛 孤岛金魂5 3070在2K最高画质下最低104帧 最高142帧 流畅运行 而3080的最低帧数达到了116帧 但最高不知道为啥也就只有150帧左右 而2070Super最低73帧 最高101帧 明显要弱一些 但是也算是能流畅运行的吧 赛博朋克2077 以负油画文明的游戏啊 30702K最高画质 加极致光追的设置下 在市区内平均帧数大概只有48左右 已经属于不流畅的范围了 不过对于这款最新的3A大作 3090也不够看的 所以3070玩的话 还是建议降低画质使用 3080的平均帧数有62 属于可玩的范围 2070Super平均帧数只有40 经常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光追性能不太够的原因 雷神这台主机的首发价格为12699 现在显卡单独拆着卖的话 都能卖到接近万元 SSD和HDD估计也要涨价 反正首发价格弱的话 就是纯赚 相当于送钱了 但是雷神小姐姐非常骄傲的跟我说 首发3秒就收清了 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那么我总结一下 这个主机的优点有三个 第一个优点是便宜 这个首发价就能看出来 雷神肯定是没想着趁我打电赚一笔的 要不然也不会三秒受庆是吧 第二个优点是存储一步到位 32G双通道加1T SSD加2T HDD 基本上很符合品牌整机的购买人群 不用买回来再拆开 加装内存硬盘什么的 第三个是支持一键超频 虽然它超不超的其实性能变化不大吧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也算是个无脑提高性能的选择 那么它的缺点呢 在我看来也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机身后方的风扇位是空的 这个风扇位应该是整个机箱内最重要的风扇位 但是雷神竟然没给 也就是十几块钱的成本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板在我看来有点盖 不如考虑一下后面的版本 换成Z590 Pro 4 性价比要高很多 价格也就贵一百 对于这台主机的特色功能 就是无线充电这个功能 我点评两句 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有没有用啊 对我来说反正是很有用的 不常用的设备直接放上去 虽然充的不算快 但是又少了个充电线 看过我桌面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这个人最不会干的事就是理线了 所以我最不喜欢乱七八糟的线 能少一根就是一根 那么看到这里的肯定都是我的真爱粉了 作为我的第一期掐饭视频 当然得给股东们一些分红了 在评论区评论 看到最后有惊喜 就可以参与抽奖 内容是一把雷神的KC30682双滑键盘 这把键盘应该是400元以内 性价比相当高的三摩机械键盘了 赤铜腰刚做过评测 不了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哈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送这台主机 这台主机是要还的 送你们的机子我拿什么还呀 送不得送不得啊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